请听第三种声音 欢迎收看NGO观点 我是季慧荣 调整健保费率真是一波三折 最新的消息就是六大工商团体 星期一在下礼拜一 他们要去见行政院长无魁 而且要反对健保账价 他们说我们承担不起 到底行政院能不能接受这样的挑战 会不会在准时4月1号调账健保费用呢 这个值得我们探讨 同时虽然八成的民众不受影响 但是两成的民众 他们到底公不公平 健保的黑洞如何处理 今天就让我们来讨论 小鲜让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为你做的VCR 每周到诊所报道看牙 林小姐说这是因为有健保 她才舍得来 像是拔智齿 有健保只要挂号费 一到两百块钱 没健保自费 拔一颗要三千元 林小姐说以前曾经在美国 看过牙齿更贵 拔智齿大约要台币一万六千元 因为健保受贿的 还有收入较低的民众 张先生被医师诊断出 罹患大肠癌 健保让他省下一笔住院费 照顾到弱势族群 官方也以此诉求健保不能倒 涨健保费势在必行 不过医改会认为 涨价不等于品质提升 民国八十年只有劳保和公保时期 平均每个人看病的自费负担 大约是42% 84年健保开办后 隔年自费负担降低到约30% 期间经过一次健保费调涨 但自费比例依然逐年增高 民国97年的自费负担约36% 越来越接近健保实施前的自费比例 民间团体认为涨价绝非解决方式 要改善健保问题 但民间团体和学界力推 以加护健保所得计费的二代健保 至今还躺在立法院 民间团体建议 在过渡时期 卫生署应该先推动阳光法案 让健保品质财务透明 并且公布违规院所名单 找出财务问题根源 而非以涨价来填补漏洞 好 首先我们来介绍今天的来宾 第一个要介绍的是 健保局的副局长刘成华 李成华 李副局长 主持人 各位观众大家好 大家晚安 好 接下来是医改会的执行长 刘梅君 刘教授 主持人 各位观众 还有各位来宾各位大家好 好 接下来是我们 阳明大学卫福所的教授 蓝中府 蓝教授 主持人 各位观众 大家安安 好 我们刚刚有一个最新消息 就是说这个六大工商团体 他们认为健保调账是不合理 而且他们承受不起 所以行政院长 行政院会不会保持 在4月1号还是涨价的 我们首先要问一下 副局长 你觉得 这个行政院会不会 因为工商的压力 觉得要退让 我想基本上是这样 因为这个政策已经定了 那至于各界有不同的意见 我们会努力跟他们沟通 那我相信我们的企业界 当然会考虑到 他的成本的因素 但是我们也接触到非常多 工商界的这些负责人 那他们也觉得说 事实上台湾这个制度 对于照顾劳工 跟照顾弱势是非常重要的 那比起说先进国家来讲 比如美国 日本 或欧洲的话 那他们员工的 这个健康保险的费用 事实上远高过台湾 台湾是业者要付 差不多六成 是 是 那其他有的国家 也付到八成 那甚至有的更好的公司 有付到百分之百的 那当然也有国家是付五成 这不同的情况 但是整体来讲 我们每一个劳工 所要负担的这个 健康保险的员工福利的成本 跟先进国家比来讲 我们相对来讲 是低廉的 不过我真的很想问 因为一向工商界 在台湾的政治影响力 非常的强 而且政府常常 比如说税改 工商团队一压力 不敢上 所以我就很想问 你们真的挺得住吗 这些工商团队 我相信我们整个社会 如果有这个共识 觉得说健保 必须要维持下去的话 那我们是有能力 去说服这些 工商界的这些负责人 下礼拜一就要见正章 好 我们来问一下 这个民间团体 其实你在看这些工商团体 企业主 他们真的说压力很大 因为要负担六成 所以他们就说 平均我们一年 整个工商界 就是企业主要多付 两百多亿 所以这对他们来讲 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字 对 我想是这样 如果说我们的健保 在经营在管理上面 是OK的 然后没有经常看到 报媒体披露的一些 这种漏洞 那我相信我们的 这个工商业主 他其实愿意 来供体时间 然后让我们的健保 不要倒下去 包括一般民众 也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可是因为经常就看到 三不五十就会有一些漏洞 这边A 然后那边出了一些披露 所以我觉得就是 我们行政部门 可能不只是要 跟他们去沟通而已 而且不是要只是沟通 应该要拿出一个 具体的行动来 看将来怎么样让这些 已经是漏洞的地方 赶快填补起来 所以你相信 只要漏洞填补起来 企业主都可以共体时间 应该是这样子 不过我看到 企业主他们的诉求 本来是企业主要负担六成 然后民众三成 然后政府一成 他们现在希望调整到五三二 也就是政府要负两成 蓝教授你认为这样合理吗 这个百分比的事情先不谈 基本上这个雇主他们的诉求 基本上他们认为 会提高他们的这个营运的成本 那假定营运成本的 这个角度来看 当然他们对他们来讲 他们是不喜欢的 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企业雇主对于员工的照顾 能够让员工尽量不生病 你生病的话能够赶快医疗好了以后 回归我们这个职场 他能够贡献在这个生产力上 我想这个角度看的话 应该是说可能他不是完全付出而已 也是保障他的员工 尽量大家都是健健康康的 这个蓝教授你这样谈 其实企业主一定不会想这样 因为说真的大家谈到账价 要自己拿出钱来 真的是很难 你比如说邮费什么 大家一定都反弹 可是大家都期待政府多付一点 所以在这个时候 他们要求说政府多付一点 就是变成付两成而不是一成 你觉得这个政府会答应吗 我想政府付基本上也是从 全国民众的税收来付 所以这里面是牵涉到说 我从保险会去跟民众收 或者跟雇主收 或者说我从税去跟雇主收 那长期来讲变成说 政府去补贴的话 那政府也是必须说 要去开发一些税方面的来源 那这一部分事实上是 看哪一部分我们是会 比较能够接受 哪一个方案是公平性会比较高 所以这个整体来讲 大家还是必须有体认到说 这个东西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的 即便是政府补贴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